大家好我是瘋哥 我上一部片讲了男权妈妈替报老高抄袭 还第一次上了发烧影片 之后也陆续有新闻报道 男权妈妈的影片也从我上片前的3万 变成现在的10万 但是他影片开头有谈到老高换封面跟标题的原因 以及说老高有48%订阅数是假的部分我不太认同 我赶紧改一改 改一个平庸实际保守一点的名字 比方说改90% 因为90%你没得说的吧 我所有关键词都没了 所以他改了名 三天之后一切终结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可能会有观众问 哎呀要怎么判断他流量到没到手呢 你要知道他改名的时候 那个影片也才350万播放不到 人家订阅都580万了 还有起码250万人没看了 起码也得等到500万播放再改名吧 我先告诉大家 不存在580万的订阅人数 真实的订阅人数 都知道大概在295万到310万左右 当达到播放预期目的的时候 这个影片的名字就到了 可以改名的成熟时机 剩余的280万人 也就是高达将近48%的订阅量 根本不是人的 至于是什么大家自己去理解 我想帮老高澄清一下 有些影片的观看数 本来就跟订阅数没什么关系 有些人百万订阅 现在只剩几千或几万观看 有些人几万订阅 现在十几二十万观看 而且有订阅一直不点进去看的话 演算法就会慢慢不推他的影片给你 没订阅但是经常看的话 演算法还是会把他的影片 塞在你的首页 演算法还会根据每部影片的点击率 观看时长来决定推不推荐 所以变数太多了 根本没办法从观看数 反推实际的订阅人数 然后换封面跟标题 我也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有些观众不是每一部片都看 是看标题跟封面 有没有吸引到他们 所以换了之后 有机会吸引到原本不想点进去的 这可能是老高换标题跟封面的原因 所以不是每次都把 爽动的标题换成平庸的 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老高一直都在用爽动的标题 他怎么会怕标题太耸动被骂呢 不管怎样 这支影片只是想告诉大家 不管是哪个YouTuber讲的话 都不能直接相信 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大概就是这样 虽然我的影片上的发烧 但是我其实开心不起来 因为YouTube又通知我说 我的一部或多部影片有无效流量 做买流量之类的 可能是我的观看数比订阅数高太多 之前其实已经发生过两次 没收了我三部影片的广告收益 例如全上那一部 12万观看只有10块港币的广告收益 也就是平常1000观看的收益 已经跟客服回报过好几次 也不帮我处理 跟他讲逻辑也反驳不了我 只会跳针回贯头讯息 这次可能也一样 现在已经限制广告播放 之后可能会把最近几部流量 特别高的影片广告收益编不见 直接做身体健康的 所以如果大家常看我的话 希望可以点个订阅 让我的订阅跟得上观看数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 拜